在这一节我们将学习一下有关网络制发官的一些知识 网络制发官是一款局域网管理辅助软件 在解压并安装了网络制发官之后 第一次运行该程序时需要指定监测的硬件对象和网段范围 单击确定按钮即可进入其操作窗口 利用网络制发官查看目标计算机属性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第一步在计算机列表中双击需要查看的对象之后 即可打开用户属性对话框 第二步 单击上线记录按钮即可查看该计算机上线的情况 单击导出记录按钮即可将该计算机的上线记录保存为文本文件 第三步在网络制发官窗口中单击记录查询 选项卡即可在IP地址段选色区域中输入IP地址范围 设置在线记录保存为文件 设置在线时间段 单击导出按钮即可将所有收集到的信息导出为文本文件 单击保存 即可将所得信息保存下来 利用网络制发官设置默认权限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第一步选择设置关键主机菜单项 即可打开关键主机对话框 在指定IP文本框中输入指定计算机的IP地址 单击添加按钮 将其添加到一指定的关键主机列表中 单击确定按钮 第二步选择设置默认权限菜单项 即可打开提示对话框 选择允许一指定的条件与网络链接 单选框之后 设置IP限制选项和时段限制选项 若选取了发现该用户与网络链接 及进行管理单选项 测可在管理方式选项区中 设置相应的管理方式 第三步 当目标计算机与局域网链接时 网络制发官将按照用户所设定的选项 对该计算机进行管理 第四步 如果禁止局域网内 某一台计算机网络防问权限 测可在网络制发官窗口内 右击该计算机 在弹注的快捷菜单中选取锁定解锁参谈项 即可打开用户锁定对话框 第五步 在其中选取目标计算机与其他计算机的连接方式之后 单击确定按钮 即可禁止该计算机访问相应的连接 以上就是网络制发官的一些相关知识